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歌手岑米因为被一位记者聚集在机场上的态度 而发文道歉解释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记者的报道内容 4月26号,岑米结束在洛杉矶的个人行程后 透过仁川机场入境的时候 当天,结束拍摄从日本回国的2S的记者们 从2S出境的B出口,移动到岑米上要出境的A出口了 而正在A出口等待岑米的经纪人 看到记者们后,就马上转身移动到B出口了 记者们也跟着经纪人回到了B出口 并向经纪人购置身份,确认了森米是在B出口出境 但是森米经纪人在森米出境之前,突然离开了机场 部分记者们感到不对,马上跑到了A出口 结果,说是会在B出口出境的森米从A出口出境了 发现到记者们的森米,慌张地低着头落魄了 然后这些是记者上传的照片 最后IG集,有赞助的时候跟没有赞助的时候,态度相差很多 因为这位记者的标题吓得非常38 所以马上就在论坛引起了热议 但是几乎所有网友们的反应都是 结束个人行程回归,也要被你们拍吗? 你以为记者很了不起? 可可可,是吧,你随便去拍人家的私生活 现在还把责任推给森米,太恶心了 不成熟的记者用自己的私人感情写的报道 所以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我没能拍到森米的照片,所以你们帮我去骂骂他 吗? 虽然几乎所有网友们都是一面倒地支持森米 但是森米还是在IG发文解释了 其实因为是个人行程,所以不知道记者们也在 因为没有经纪人,只是因为跟弟弟妹妹们一起同行 所以与在机场的经纪人没有沟通好 对不起,在机场一直都是很开朗的我 当天真的感到太慌张了 啊,然后,右边的照片其实也不是赞助 而这位记者看到森米的道歉后 再次下了狡辩一样的道歉标题后报道 森米说是弟弟妹妹们没有与经纪人沟通好 就好像是在说今天这件事情与自己无关一样 到底是谁的经纪人呢? 不想站在记者们面前的不是弟弟妹妹们 而是森米本人,因为森米不想背拍 所以经纪人对记者们说谎了 记者们是为了给粉丝们传递消息耳在机场等待的 这次的行为真的是非常失望 非常遗憾 啊 森米真的是菩萨,如果换作我只会发文说 个人行程请不要拍摄 新闻是写你不高兴心情的日记吗? 在个人行程很可能会出现沟通问题吧 而且还在随便猜测,有赞助没赞助的时候态度不一样 宣美这么善良的在解释 你到最后还这样,真的是太恶心了 真的是太恶心了 下一个消息是 因为做了一连串 让大家误会笔中指B车的一人是 exo chanir的女骑士网红 今天上传了道歉文 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我只是在影片里传达了我看到感受到的内容而已 但是看了这个影片后出现了很多猜测的留言 也被扭曲报道了 对此我也感到很遗憾 虽然我也是被B车等遭到了伤害 但是也想要向因为猜测留言而受到困扰的那位道歉 为了防止因为猜测而有人受害 所以会下架影片的 对不起 是你自己用了Chanir的照片 是你自己点赞了提到exo chanir的留言 哇真的无语了 自导自演 现在就想这样脱身 本来就不像话啊 有相机在拍 一人会那样吗 SM干活吧 这个一定要提高 一定有提高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抢音事件的最终判决 去年让我们大家都愤怒伤心的抢音事件 今天 韩国大法院在上诉审 派了杨母35年 养父5年的有期徒刑 大法院今天表示 杨母有将抢音移送医院 也有实施CPR 因此不能认定是故意杀人 杨母有无法控制情绪的心理特性 导致发生了这个事件 但是无法判定是因为凶残的本性 而导致的结果 在法官判决后 法官现场属实名的民众 都大喊大哭强烈的抗议 在法庭外的民众们 也是躺在道路上抗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还能期待什么 这就是大汉民国的现实 虽然说法院不能被舆论带动 但是这摆明是戴着父母面具的恶魔 对一个小生命做出了残忍的事情 怎么能有这样的结果呢 共犯养父五年也太短了 让一百步就算没有一起打 孩子都快不行了 也假装没看到啊 为什么是因为反省了吗 真的很想知道理由 那连自己为什么要被打 为什么就这样要死掉都不知道的孩子呢 法官这真的不对呀 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真心的反省 真心的向抢明道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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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